各位馬迷老友好,歡迎又來到Layman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說說12月7日沙田十場日馬的賽事 也有吸濟賽的日子,沙沙婦女銀袋賽,也叫做國際三級賽的大賽日 但是Layman暫時量了兩場馬,但有很多轉程的馬,也不是說少 有很多千二,上千四,在報名原機上可能會有些東西看看 希望各位未訂閱Layman的頻道,可以免費訂閱Layman的Youtube頻道 可以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對上一天,納得嬌做重心退出,一定美麗冷門也退出 但也叫做中兩條位置,捉到冷門叫時事順意 另外,柏林探哥點騎大家心中有數,小組看不到 另外,健康在望就沒什麼票,扔了外檔,只有第四 至於在Layman時前Live會員版,Layman每一次只要有時間 除了量度那四場片之外,都會選一些我自己會投注的馬 其實跑了十幾次賽事,已經交了十個Win 其實我每次只提供兩三隻 對上一天,浪漫組合就中了,與其木火同名 是輕滑的,拿到S走位就跑得到第五 希望繼續有狗屎撞馬棍的運氣,為大家選一下馬仔 這次跟大家說哪一場賽事呢? 這次我選了第五場 四班千四米這一場賽事 浴城賽馬這一問,你想說哪一隻? 等一下,我先看看資料 浴城賽馬這一場賽事其實是相當混亂的賽事 我選了一隻,毫無路程根據 一直被人的感覺上,五班又升上來 又根據又不是幾多 那究竟是哪一隻? 是不是Layman上次在會員版提供那隻中了那隻? 我這次就不是 你們可能猜錯了,這班老友記 我今天選了七號這一隻,蘇惠賢馬房的寶貝儀 其實這隻馬都沒有什麼好說的 來了也有四五季馬 但是這隻馬上次追了一段 在1200米有些瘦了,都頗有走勢 但是呢,今天跑到1400米,有些疑點 但是我想跟大家用一個較趣的角度 看著這隻馬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次1400米,我都是拿他來做育成賽馬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場1400米有根據的馬 也有不少的 都可以選擇的 好像奧遊之星,晉優自在,跟斗雲 寶貝儀,讀國寶寶前進,高耀智星 但是呢,這隻寶貝儀呢,我想串起一個故事 跟大家用一個趣味的角度去講他 其實他跑1400米,就不是跑了很多次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跑了四次左右 我已經拿到最近期那次,和他最開始的時候看過他1400米 其實他不是說跑得差的 看看他上季季尾,撿過十三檔,賀銘連 其實為什麼就輸兩個幾馬位呢? 我忘記了那次,我有沒有跟大家說搏這隻馬 我好像有拖他 因為上季了,忘記了 其實上一季這場賽事,我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是一場沒得追的,雖然是第二段開一個很快的時間回來 極速奔馳全勝神區那些快時間放在前面 是沒得追的 連那隻變數,楊帆順鋒,追得好的 都市童話,寶貝儀,歡樂小子 這些一向都有得追的馬,都是得近的 那場就算你開快步速,都是很難追的賽事 去到今季,這隻極速奔馳,全勝神區 串了一條位置Q,變數接連 就已經跟大家講過,那場已經有交play 又交win,又升夢帝國很多次交得好 楊帆順鋒再出都跑得不錯 看回這隻寶貝儀,上季 在賀明蓮 31倍的情況之下,他又怎樣跑 撿了個大外檔 大家都知道,這隻寶貝儀 通常都是跑直路一圈,加上蘇明倫 最適合他 現在一出來,賀明就清清清清清清到最拉尾 剛剛這一場賽事,雖然想著 開個快步速回來,應該都後追馬有利 我也選了全勝神區 想著後追馬都可以追 但是這一場賽事,步速快之後 擺在四、一、二、三、四、五位 那些跑極差極有過譜 變成這隻寶貝儀 其實是屬於難追的 就算是歡樂小子 有後勁的馬都是追不到的 楊帆順鋒現在在這裏 全勝神區又按住 極速奔馳也按住 你看看這隻寶貝儀 那隻月標後面 不記得是不是叫月標 這裏又拿不到位 又被人生歡樂小子 又刪了他 左困右棍,繞進去撞了一下 現在前面那隻 旁邊那隻都叫都市神話 大家都中到很多次了 前面那隻就是 那隻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這裏就穿上來 拍著那隻都市神話 其實兩隻馬的走勢都是不枉多樣的 前面那隻再出又再贏 全勝神區贏還是不記得他贏 變數又有win又有kill又有幾多 這隻寶貝儀 其實當日撿了個大外檔 一出來撐了下去 讓了你幾個馬位 兜就兜出來 兜了出來之後又被人撞 那天都市神話 其實沿途都在他裏面 他一出來讓了幾個馬位 又兜了出來 兜了出來 兜出來又被人撞 撞到整隻都市神話 都市神話已經看了 開始看空就衝了 這隻還在找位 左看右看 都不知道是不是不好意思 這隊一騎下去 所以如果你以都市神話來計 若然今天這場馬有些報速的話 即我講今天面對這一場 今天可能會有得追一下 講了他上季又如何跑 也要講他今季 這隻馬又好黑仔 整天都撞 直路呀九呀十二那些當然是正 千二千四十一 十四十三十二 沒有哪一場撞得好 上次出賽之前 這隻馬興 有很多朋友問我這隻 我覺得是比較難跑的 但是那一天其實步速是相當慢 不是慢 是相當慢 街運法呀 怪獸奇兵呀 順二寶那些 順二寶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跑到這樣 他在一個後追上來的情況之下 有些左呢 輸兩個幾馬位 我覺得已經是跑得很好 即是好 已經算是好 看看同場的有贏多多 信心滿滿再出OK 有贏多多 月風泰 天天得樂 街運法 這些今天都出的 其實步速真的很慢 前面一出來 那隻順二寶上場 左撤右撤都差點贏馬 今天慢步速跟個位回來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失望 後面這隻天天得樂 前面就是今天出的街運法 月風泰一出閘就漏了閘 其實一出來也有很多意外 後面的寶貝儀 好像又是大洋賽 這隻馬跑千二 一千都是大洋賽 後來進到直路也有得追 熊熊的慢步速追得夠厲害 但是他也追得不錯 贏多多也是大洋賽 就繞到大洋賽去追 因為這個檔位問題 前面這裏 街運法 賺了慢步速 順二寶都賺了 怪獸奇兵 那次選擇他 蝕捕速追得好 擺前一點回來 那隻馬又有些不同 那天月風泰 在這裏也有些枝枝著著 寶貝儀本來又在內蕩 你看看他怎樣S走位 這隻就千千得樂 好像剛才那場 人家向前走 他就要打斜的 打橫走 這裏又被那隻人刪出來 這裏才望空追下來 外面那隻就是贏多多 這裏是月風泰 晉二寶 街運法 這裏是月風泰 這裏是寶貝儀 外面這隻就是贏多多 那裏的步速這麼慢 你看看寶貝儀一望空之後 就不斷殺上來 千千得樂 這裏也追得很厲害 這裏寶貝儀越衝越厲害 今天就跑回1400 雖然沒有路程根據 但是這裏已經和大家看看 他上季那場1400 這樣退後 讓你幾馬位 又被人撞 再轉過來 再追 今天就沒有巴道了 就用到潘頓哥哥 突然間放過潘頓 雖然我自己覺得這隻馬1400 其實他不是很長沖程的馬 就是有些 不是沖到很長的那些馬 但是有潘頓的發揮 整個五檔 當位由整個十幾檔變成五檔 由巴道整個流這麼厚 潘頓有時候可能會把那些馬 可能會被他咬回前一點 我自己又覺得 用一個玉城賽馬角度 這隻馬雖然沒有路程根據 但是條件轉了有利一點 換了個人 然後 1400 其實已經是上季尾 試過不是跑得差 在這場的對手 我覺得 他也是有資格 跟其他馬去拼一拼 至於各位想聽 全場報速形勢分析 要留意一下 全場報速分析 因為想投注連勝位 位置Q 單T 三重彩四重彩 要計算一下整場馬的報速 究竟會不會有利到這隻寶貝爾 多謝各位支持